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卡 今天已经出去溜达玩了一圈了 然后回来了之后有点饿了 由于无疑现在在给我们做饭吃 他打算给我们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然后再加上一个土豆炖茄子 叫乱炖 然后看我们前面就是茶 这是茶叶 然后这个是早晨吃剩的鲜菜 那个正在对不起这是我的困难 这个是电饭包在煮 老卡在做明天的攻略 这个小汤里没有什么吃的地方 我们来点乱炖吧 就只有subway 我放点茄子 清酒 然后西红柿炒鸡蛋 很简单 都往里炖茄子土豆 就是如果是茄子土豆 还有小白菜都放点 这个叫做第三鲜 但是得过油门闯的那种叫第三鲜 这个叫炖炖 反正我有啥菜我就往里炖啥菜 因为我们有点饿了 我大手还忘带了 嗯 只能炖了 只能做冻菜了 这个小烫吧 里面只有卖那个subway的就是赛摆味 这个就是那个乱炖 这是要做汤吗 一会儿就赶了再装一个吧 还没办法呢 炖一炖它就变成了 看这就是我们的厨房家洗手台 简易的哈 简易厨房 不过也不错啦 这个青椒也能齐 随便炖 我本来说想卖香肠 我收回我说的之前 景区的东西都不贵这说 因为景区它好像没有那种 连锁商店的话 那些小超市卖的东西还挺贵的 像我看那个培根正常 个普通乌尔玛什么的也就五块钱 在这翻了一倍得卖十块 做好饭了啊 今天非常简单 因为我忘带大勺了 只能做乱炖了 看看 拿那个锅做的乱炖 里边有什么土豆茄子 青椒小白菜 还有那个辣椒 然后还做一个炒鸡蛋 也是用锅 饭锅炒的 没有办法了 一人一碗乱炖 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已经尝过了 感觉很好吃 很好吃啊 对 这个我已经尝过了 这个我已经尝过了 很好吃 嗯 那是咸菜 早上送点咸菜 这个汤 就是喝乱炖的 这个汤很好喝 嗯 如果这个是属于炒的话 就变成第三鲜了 东北的 哪是第三鲜 第三鲜三样 这都几样的菜 这都放什么了 好多了 好多样 各种菜放了一点 好了 慢慢吃饭吧 拜拜